你没有这张人以后啥也不是 这就是你的粉丝给你的评价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夸奖怎么回事 你不觉得这是对你们变相的侮辱吗 不觉得也 这是对你人格 魅力 智慧 审美 这方面的侮辱 就因为你只有脸 今天听说了什么吗 在澳洲有一个留学生 吃鹦鹉被发现了 然后被遣送回国了 这也太奇怪了吧 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吧 我觉得吃鸽子还好理解一点 他为什么要吃鹦鹉 鹦鹉这么可爱 鹦鹉看着也不好吃 转为矮袋鼠在受到威胁的时候 会把孩子扔出去 分散捕食者注意力 以便自己逃跑 分散捕食者注意力 以便自己逃跑 跟这个B长还贼萌 我知道了转为矮袋鼠吗 超可爱那个 对嘛就是他嘛 你不知道有好多人来澳洲 就是为了和这个合影吗 我有意思吗 他只有在岛上游 这期呢我想录一下 我在澳洲非常非常普通的一天 是怎么度过 现在是早上9点多 小张7点半就已经去上班了 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就失眠了 然后我打开手机看了一下 居然只有3点多 这个学期是我的研究生最后一个学期了 昨天和前天上的两门课 feedback都不是特别好 这段时间我开始很认真的有在做vlog 在网上看到很多作品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vlog播主 他们都在很努力的产出很高质量的作品 所以我会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 其实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答案 是我觉得我最薄弱的一点 就是对着镜头说话呢 一直是我不太擅长的一项内容 更不要说毫无遮掩的 袒露自己内心的想法 所有的工资 和我们身体要感到的 因为我们很高质 那你年轻做的 台湾没有这么低 不那么低 但你的芯 是一个厉害 那个妳可以看到 没有 aconteceu 为何要进入你 很多人令人会越过来 这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没在这一步 但最重要的 方法可以做 是做很多工作 因为它每有效过去 going through a volume of work that you're actually going to catch up and close that gap and the work you're making will be as good as your ambitions. No, yeah. I'm sad, no, yeah. Who am I, someone that's your favorite to let go? Oh, you're the same. You're ever gonna let me know. Just隨便化了一個妝. 很快的大概只需要花10分鐘 到20分鐘左右 今天就穿了紫紅色黃色藍色 還打了紫紅色的肌帶 去我们自己学校的方向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华人学生 都在我的前面 下午的太阳好舒服啊 你们快看 这个就是我的教训楼 平时都是在这里面上课的 大家都在好认真的学习 做什么 然后还要做一个 project structure people structure 其实大概五个人都够了 因为还有我们要点职位不要太高 可能就是我们director 就supervise只是几个小时而已 然后加一个senior associate 负责这个project 就是叫project principal 我们现在要去吃羊 是一家新开的店 对吧 全球六家还是花家里面开的 这么牛逼的吗 好 看到了 在三楼 好 谢谢 谢谢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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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在直播吗 想你 为我们的sicis干杯 不要说这个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在干嘛 变亮了就看到了 有一个圆圆的运运 不过呢现在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 我们再去安慰一个朋友的路上 我原本以为今天我回到家 可以看一下今天的素材 剪一下视频 那个车在哪里建 不知道 现在脑子都是胡的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结果咧 我们俩的一个朋友 突然质疑 质疑我们的友情 对质疑了我们的友情 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 我10月1号结婚 他9月17号才知道 而且还是通过别人的口 知道的 然后还有 你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你的过 都是我 什么啊 你不应该跟他讲的吗 我告诉你的第一时间 你不应该跟他讲的吗 就是我每次跟他说 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表面上都没有什么 就是他表面上都很平静 嗯 就是表现出 他一点都不在意这些事情 突然就爆发了说 好那我以后也不在意你们了 是不是这个 其实还是一个sensitive的人 只有我才是真直男 你们都是伪直男 对不对 光我说说我不是直男 就是只是我以为他是直男而已 我错就错了 我以为他是直男 正在往朋友的家方向走 不要怕吧 根本没有做错事情吧 谁能想到我们被关在了门口 本来想录平淡无奇的一天的 没想到却以这么drama的方式结尾了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愿意为你半夜打车半小时来到